我快沒錢了 有了 NICE啊 50 看到沒有 這時候就是要幹嘛 拚 100 OK 金錢 水兔啊 一直都有一個夢想 這個夢想呢 從我小時候 就一直想到現在 至於這個夢想是什麼呢 我今天終於實現了 那就是 把一台小馬力買回家 哈哈哈哈 我知道有些人不知道 什麼叫做小馬力 小馬力呢是雪兔在小時候 大概國小至國中吧 書局會放這一個機台 這個算是一個叫做賭博機台 那時候書局裡面放這個賭博機台呢 雪兔就會拿自己 可能一餐是50塊錢 我就吃比較簡單的三明治加奶茶 然後剩下的20塊錢至30塊錢 我就會拿這些錢去書局的小馬力 想說有沒有機會可以讓這個錢翻倍 一不小心可以賺到個 一兩百塊錢兩三百塊錢的那種網咖啡啊 小馬力真的是一個實實在在的賭博 從以前 雪霸就跟雪兔講 煙賭賭 這三個不能碰 那雪兔呢 賭博 小時候真的是超級愛去玩 然後也因為一些事情讓我 理解到賭博其實是不好的 我差一點 就因為賭博這件事情 真的會被自己的父母打斷雙腿 真的是差一點點 要不是機智如我擺脫了那次的危機 也因為那次的危機呢 讓我很深刻的理解到賭博是不好的 靜下心來去想一下 你所有賭博的經驗 你會發現 輸的比贏的還要多 要不你就像Bump一樣 真的有去學習去計算 用數學來去戰勝賭博所謂的機率 那這個又是另當別論了 可是機台這一塊其實它真的就是機率 它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算是存在的 這也是為什麼有一些數學很強的那些人 會被請去玩什麼喇叭機啊 因為那些機子就是純粹算機率 隨機性的比較高一點 根本沒辦法用人腦來去計算概率 那扯遠了 這一台 這一台小馬力呢 要價3800塊錢 早在好幾年前可能兩三年前吧 這一台也沒到3000多塊錢 反正就是零件上漲它就是偏比較貴 這一台小馬力的成本價呢 有人有清算 也差不多就是3000上下 他們這一些賣的賣家呢 純粹就是回饋你知道嗎 他們僅多就賺個800塊錢而已 我覺得也OK 然後這個機台呢 蠻大的 真的蠻大的 機台其實蠻大的 所以家中呢 要有地方來去做擺放 雪兔沒意外拍完了會放在樓上吧 我不會放在客廳或者是放在工作區 因為我工作區真的沒有太多的地方可以讓我塞的一個 這一個賭博機台 其實也好像可以 如果親一親的話 我打算把這一台當作 當作存錢機吧 也許 也許 往後我想要其中一天的實況就是一直來玩這個機台 玩到爽 小時候要有錢才能玩 長大後直接把整台機子買回家玩到開心 真的是想不到啊 那至於到底要怎麼開機或怎麼玩呢 這個我一概不知 對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準備來開箱了 我是第一次看到這裡面的那一部欸 對啊 這應該就是投幣 錢幣投進去之後 會直接掉落在這一盒裡面 然後 啊 它應該是有退幣的功能 對 這邊應該是有退幣的功能 你贏到多少錢就從這邊直接再投回去 這邊就是面板 顯示面板啊 至於機率那一些怎麼調 他沒告訴我欸 有說明書嗎 然後後面的話 一個是電源 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 那我們先插一下吧 開 所以現在這個要怎麼玩 喔 已經可以直接按了 這個是可以直接按了 哇 沒有 跟大家小小的解釋一下 裡頭這上面的數字 蘋果是最低的分數 你投10塊錢的話就會有10點 我拿 拿錢好了 等一下 現在呢 我要 投10塊錢 10塊錢 投進去 那我就有10點 那這10點呢 我就可以去調整 我要給的點數 有哪一些 這個bar 三個bar呢 就是你如果 這個點到bar這一格呢 就可以拿到100 你在這邊投注2點的話就是200 以此類推 這邊777的話是40 星星30 西瓜20 金鐘的話是20 以及蘋果5 給的點越多 屆時真的到了那一格的話 就會有比較多的回饋 那10塊錢10點就可以隨意分配 你看我現在 我現在就全部都按下去 他就扣點數 然後我現在全部都按1喔 然後就按start 好 那我現在中了一個蘋果 所以我現在有5點 那我在這邊可以來玩 比大小 我記得可以玩比大小吧 喔這邊是不是比大小 啊沒錢了 喔 所以這邊 可以直接拿錢嗎 我看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有拿到一個5 這個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我不知道 所以現在我已經拿到了 我現在已經拿到5塊錢 當我把這邊的點數移過來的時候 我就一次機會可以double 那如果你double中了 他翻倍了嘛 你還可以繼續玩 只要點數都還遺漏在這邊 你就可以一直玩這個 左右選邊的 那現在我要先投個 50塊錢進去好了 OK 因為我要看他有沒有辦法退幣 我記得小猩猩的話是一半 這個猩猩是30 如果中到大的話 小的話我記得應該是15 哇 8顆蘋果 8顆蘋果 中的就是40 什麼鬼東西啊 好 我現在有20 我要退幣 有耶 20塊錢 好爽喔 那現在看雪兔賭博莫斯了 我們看20塊錢 頭10塊錢 我告訴你當初我們一定是 4 4 然後這兩個放在這邊 我還記得自己小時候都是這樣子配置的 因為你有可能會不小心中100塊錢 如果你10塊錢直接中100塊錢的話 就是10倍賺很爽 那倘若真的是中前面這幾個 比較高倍數的話 不管是中還是什麼 只要不是這後三個水果 我們都會來玩那個比大小 讓他的倍率往上升 給你們看 小時候玩很久啊 好了這樣就10塊了對不對 這樣就沒有虧 沒有虧損 沒虧損就幹嘛 那就再按一次 因為你 再按一次start的話 他就用上一個配置 哇 還是10塊啊 繼續啊 只有2 2 2是什麼鬼東西 一大小 10塊了 再一次 8塊了 再一次 哇 沒錢了 再一個 再投10塊錢 這好好玩啊 這好好玩啊 2塊 好酷喔 2塊賭2個西瓜啦 哇 中 哭了 我錢剩多少 這超像我以前在玩 小時候在玩的時候的感覺 你知道嗎 我每天就是這樣子 投個10塊錢 假設 隨便中一個 好 那我現在在投10塊錢 我可以把點數拉過去嗎 不行他最多只能 只能拉到剛剛拿到的點數 哇沒了 他真的是毒心仔耶 好狠喔 這是40耶 好狠喔 好 2塊 2塊 2塊到底是什麼鬼東西啊 4塊 2塊變4塊 8塊8塊 哇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中間這個數字是什麼意思耶 我不知道耶 而且我記得 假設你是自己去買機台的話 似乎是可以來去做一些機率上面的調整 我們就單調好不好 單調一顆看看 單調蘋果 中了就是50 我被沒錢了 用了 nice 50 看到沒有 這時候就是要幹嘛 拚 100 OK 提錢 2 4 6 8 8 欸你看 這樣就賺100塊錢了 有沒有 這樣就賺100塊錢了 他真的好好玩喔 玩到現在呢 跟大家也講一下 買這一個小馬力呢 純粹就是來去圓雪兔的一個夢 因為我一直很想要買這一個機台回家玩 我一直覺得這個小馬力機台超級好玩 然後我很希望 可以 破解這個小馬力機台 也不能是叫做破解小馬力機台 就是真的運氣可以好到 能用可能1000塊錢 玩到 可能10倍的籌碼回饋 如果真的可以做到這種程度的話 那我認為這應該是蠻不錯的 沒意外的話 我應該是會拿來開台玩啦 真的拿來開台玩 就是挑戰看看自己 哪時候才可以把這個玩到封底 沒錢的話就直接從裡面拿就好了 應該會對一個 對一個三四百塊錢在那邊玩吧 還蠻不錯的 那這個機台3800塊錢 如果你真的要買二手貨的話 目前看到蝦皮二手也是賣3000塊錢 那再買這一個大型的存錢機台 也要慎選一下 他的體積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小 也要有這一個空間來去擺放他 如果你跟雪兔一樣是有這個情懷的話 3800塊錢其實真的沒有想像中的這麼貴 當然我沒有這些去打從鬼工商 這一切都是雪兔自己親自買的 真的 我不提倡任何的賭博 但這個機台是好玩的 倘若你真的在任何的書局店家 有看到這個機台 然後他真的是可以讓你投錢來去賭博的話 踴躍檢舉好嗎 這個機台讓雪兔小時候差點白掉 真的是差點白掉 然後沉迷性也是非常的強 就講一個小故事就好了 這個機台至少我突讀我一到兩年左右 可能不只一到兩年 我整個國小從國小三年級過後 我都一直對這個機台列列列不忘 因為他的投資報酬率有時候就是非常的高 而且我是天天去玩 然後我還有一次拿自己的學費來去賭博 那就是因為那一次才讓我整個 算是學到一個很大的教訓 我整個所有學費全部輸掉 好啦 風圈各位 小賭遺情啊 大賭的話就算了 你可以很明確地感受到自己的人生 就是沒有那個偏財運 雪兔就是沒有偏財運的那一類 雪兔呢 從過年跟自己的親朋好友玩一些小賭的 可能比大小要21點啊 也或是大老二啊 都沒辦法贏錢 以及在玩呱呱樂也不會贏錢 這一塊的偏財運真的是低到不行 後面就知道說 啊 還是神獎塔11點好 這種東西就是玩開心就好了 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喜歡我希望你會喜歡這一次的 我愛小瑪莉 如果有任何問題記得 在下方留言跟選擇 訂閱選擇也可以看到這段影片 想問你在童年有什麼樣的賭博經驗 或是有什麼樣的機台讓你沉迷的話 也歡迎你在下方留言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好 com